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了 想不起来了 我是 不愿意回应那无休止的争吵 我记得刚生完儿子 你还每天都回来 后来回来得有点晚 可你后来呢 发长得一个月也就回来几次 当时集团遇到了巨大危机 什么危机啊 一个团队整个被挖走了 资金链断了 工资只够发一个月的 那您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呢 我是怕你担心 是觉得跟我说了 我帮不了你忙 对吧 那水都凉了吧 我给您添点热的 来 如意姐 不着急 咱慢慢说啊 都好的机会再坐下好好聊 孙子 我给您添点热 有了有了 对了对了 你慢慢说啊 那段时间你脾气大 又暴躁 我一问你什么你就炸 我还特意去公司问了一下 公司里你认识的人基本上都走了 就剩了一个孙晓军 他能跟你说实情吗 不是 他暗示我了 是啊 他说公司事多 其实你还记得吗 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你 我说你要是太累了 咱们就不做了 够了 我对物质欲望特别低 你说咱们有房子有车有孩子 够了 实在不行 就把公司关了 你说一次 我怒一次 为什么呀 您那时候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人了 是不是 孙先生 洗手间的这边 您是想去趟卫生间 走走走 咱这边 我带您去 张女士 你还好吗 怎么样 要不先喝点水 算了 去给杜黎叔说吧 就到这儿吧 谈不下去啊 那 孙 孙先生 这 您 您听我这 小辈儿说几句啊 我这都是瞎说 您 别往心里去 要是哪儿说的不对 我觉得吧 您要不要换位思考一下 比如说 您是 吴媚姐 您的爱人要跟您离婚了 打这天起 您可就连本尊的面都见不着了 他也不是自己跟您说的 随便花钱 找几个律师 跟您把这事都说了 说行了 以后再也别见面了啊 也甭问为什么 您说这个 连想知道为什么离婚的机会 都不给您 心里头能不憋屈吗 能不别扭吗 宋婷 我们俩最清楚啊 如果他们谈崩了 后边意味着什么 问题是你赢不了 于情于理你也赢不了 你说你但凡有点胜算 你也不至于主动和解什么的 对吧 我们起诉离婚 第一次不判离 等我们就再起诉 还不判 那就接着起诉啊 这官司打个几年 那到底是 谁算赢谁算输呢 大蕾 咱们继续聊 不配点 怎么跟你说呢 当时确实有这么人 但是绝对不是像 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他帮我借钱 帮我找人 他跟我说 你不能爬下 你得挺住 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呢 他为什么要给你借钱找人呢 他看出我是一个做事的人 他是在赌 人这一辈子就不能赌一次吗 我赌不起我有儿孩子 是咱们俩的儿子 我没让你赌啊 可你天天让我把公司关了 我是心疼你 我怕你辛苦 你太累 你天天在外面喝酒应酬 我心疼你 我公司需要钱 我得去见人 我得去拍胸脯啊 你都是和他一起去见人对吧 人是他帮我介绍的 你为什么那公司就不能关了呢 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是因为那个到处帮你借钱张罗的女人 对不对 张若梅 你要这么说 咱们就真的谈不下去了 孙先生 孙先生 别别别 您冷静 您先坐 我听明白了 我给二位翻译一下 您想让孙先生放弃公司 您觉得他太累了 太过操劳了 而且呢 做生意有风险 您是为他好 对吧 但是这么多年呢 孙先生已经把公司 当成他的孩子了 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那遇到一些小困难 您就劝他放弃 那就相当于 您生了个孩子 您是累呀 您也焦虑呀 但是 有一个人跟您说 算了吧 放弃了 那别要这孩子了 那您会怎么想呢 我接着翻译 您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您当时呢 非常的累 您也很焦虑 但是现在 同时来了两个人 一个人跟您说 算了 算了 那咱们就别养了 就把他扔了就算了 咱们反倒更轻松了 但是还有一个人 他帮您 养着这个孩子 又帮您看着这个孩子 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那您觉得 您在感情方面 更倾向于哪个人呢 我记着他的话说 那段时间 我确实不想回家 更不想见到你 听你的一牢骚话 说咱挣得差不多了 咱不干了 所以是我错了是吗 是我错了 有时候我想啊 你真一个找一个 时时刻能陪着你的人 陪你遛狗 陪你逛商场 陪你过小日子 懂生活 为种树养花 我不是那种人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说不出口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因为以前 咱们还没说到这儿 就已经吵起来了 我不是能陪你吃早餐 午餐晚餐的人 我 我 我不光不能陪你 我不能陪任何人 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 有时候想想我也很痛苦 我会永远念你的好 你这个人不喜欢创业 你是因为我喜欢 你才跟着我创业 其实你心里不喜欢 所以你才委屈 你是一个喜欢过日子的人 有人陪你说说笑笑 我真心希望你 你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先去把这些快递寄出去 然后呢 你去买这种鞋 我给你发过去 好 买几双啊 你多去几个地方 越多越好 别买错了 这是假的 冒牌的 咱们调查用 你别买成真的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行 拍照 开发票 如果没有发票的话 就让他开收据 机灵点啊 你别让人发现 让人给你打了 放心吧 我贼着呢 还有啊 就你让人打了 没事 你别穿帮就行 我明白 就是 知道是哪些店在卖就行 别让人知道是 咱们律师在进行调查 是挺贼的 走了啊 曹小姐 找你半天 这儿呢 那个 杜律师让我买几双鞋 然后咱们那个经费 我能从哪儿批啊 一般都是回来报销 你开发票 不是 买十好几双呢 一双好几百 哪有那么些钱 我先转给你 等报销了再还给我就行了 行吗 你去财务吧 先借款 对 对 对 去财务 行 那你们聊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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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总监阿姐 再打扰一下 那个财务开了一个条子 我说主管审批 这签字我找谁签 你得找杜律师来 对对对 杜律师的事儿嘛 是不是 那我 对了 你说杜律师 杜律师不让我写那个 荣科法律在线吗 打刚才开会的时候 我就想 没有头绪 因为咱这案子太乱了 我是从哪边写呢 我是从孙剑燕切入 还是从张如梅切入呢 咱客户 谈言 怎 怎么了 我帮你写 写完了我发给你 你先去把鞋买 书记达 你有点不对劲啊 我要买鞋 你要给我钱 我要写文章 你要帮我写 我 我是 哎呀 行了 甭跟我们这儿装了 还瞒着呢 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 我们看不出来呢 全律所恨不得都看出来了 你 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个人 对不对 杜律 真是 哎呦 你挺大人的 新鞋子怎么那么小啊 人杜律就是夸了我两句 让我写了个稿子 咱那公众号也没人看 别往心里去 你还是杜律最气重的那小孩 知道吗 行了 看这点心眼吧 那我买鞋去了 哎 坐哪家气了 那个 我再说一件事啊 这次这案子 就孙剑燕跟张如梅这案子 我觉得 咱三还是比较默契的 以后再有什么案子 黑散散 有没有 走了 我不是一个喜欢 指手滑走的人 他爷 我还有个事 小伙子 你随便看看啊 哦 好 小伙子 我告诉你啊 你听我的 你在我这呢买一假货 然后呢再去专柜买一真货 拿着我这个呢再去专柜退货 还能这么玩呢 你最后想想 是不是划我这道价 买了一个专柜的真货 是是是 对吧 那万一让人看出来了怎么办 我脑袋搁给你啊 你脑袋干嘛呀 哎呀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啊 我们这鞋啊 比真的还真哪 你看 不是咱 咱丑话说的头俩 那万一我买了这些 到时候那人专柜看出假来了 我回来再找您 您也不认了 说这不是您这儿卖的 怎么办啊 哎呦 我们这做生意的 怎么能这么没有诚信呢 那您给我开张发票吧 我们这没发票啊 收据可以吧 收据也行 我到时候好回来找您 哎呦 小伙子 你放心 你看 哎 来来 你仔细看 这百分之一百 你看这吊牌没 防卫吊牌 跟真的一样 你看 我 我能拍个照片吗 行 你拍 来 来 哎呀 你这么拍不行 来来来 这样拍 你看 这样 哦 看到吧 行 咱们把鞋照得全一点 你看我这照得多全呢 我拍照你放心 这多好啊 我看看 行 挺好 那 那就买这双吧 哎 好嘞 那个 你看 完了 这个 好 这个 哎 这个和这个 哎 哎 哎 好嘞 几双小白鞋 哦哦哦 五个吧 行行行 你多大忙 我去给你拿去 4041都行吧 哦 行 我拿一双41的 你先试一下啊 啊 不不不不 我不试了啊 哎呀 这买鞋怎么能不试呢 我买鞋从来不试 不是自己穿吗 是 别跟我这儿装啊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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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干带购的吧 哈哈哈哈 别紧张啊孩子 吓得一跳 你干什么呀 你看你把这家孩子给吓得了 这孩子真厚啊 我这确实是头一回 我也没想到 那是这么明显啊 别紧张 别紧张啊 你小点声说话 说自己买鞋都不是 你不是干代购的 试什么呀 这不明摆着的吗 是 您还真是一眼就看出来 灰眼识人 都有头一回 啊 哥教你 你知道这代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拳套 啊 我们给你打了一个防尾扣 而且还得试 原厂的这鞋盒 那那这您这全套的 多少钱啊 我这头一回啊 您这别懵我 行吧 能再优惠点吗 这小子啊 优惠点 有点意思 叫个朋友 最低价了啊 不能再便宜了 行 我 我自当任您一哥哥了 得嘞 来 嫂吧 来 给个地址 要 要地址了 我们这店里啊 提供待发服务 回头 直接把货给你发上去了 一看这小孩啊 就第一次干 做菜够的 这鞋都不用拿走 你填地址 我们给你一条炉服务 新的手 行吧 行吧 我别嫌了 我就这五双鞋 我自己拎过去 也不沉 哥儿心疼你 怕你拎着沉 老是给你发过去完了 没事啊我 我实话跟您说吧 我之前让人骗过一回 我都说好了把钱给他 他说过半个月给我发过来 跟家等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 给五个空鞋盒 我怕他再上当 你刚才不是说你 头一回干吗 我说了吗 说 说习惯吧 这什么事都说头一回 不是好砍价吗 贼呀 真贼这小子 这不还让您看就是什么 行了 姐 你刚才也认我这哥了 我也认你这兄弟啊 我给你讲啊 做生意最重要是什么 诚信 兄弟 是是是 开头转眼一看啊 诚信迎天下 放心 放心 逆转给你记录 对 我们给你记 不行 我 我真得自己拿过去 这我妈让我拿了这货 到时候我不把这货拿过去 我跟我妈交不了差呀 来这您妈宝 要不说小孩儿嘛 什么吧 拿宝吧 回头啊 还得从我这儿进货 一回生二回熟 以后都上您这儿来 别光论兄弟啊 什么 别光论兄弟啊 钱还没到账呢 手我这脑子 我这 我这 你看 这真是 亲兄弟咱能算账呢 可是最低价啊 是是是 下回再来啊 真皮的 性价比比高的 对 挺搭你的 今天买的话可以优惠 给你打折的啊 老板 您这个 这也能开啥票吗 小伙子 你这有眼睛吗 这个鞋啊 质量又好 都可以 行 行 好了 好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行行行 我再看看 大姐啊 您您坐我这儿 好的 谢谢啊 那种 你可以把出租户的钥匙 审送给我吗 我记得我留了一套备用的 在你那儿 来来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来 来了 给你把门打开 我饿了 吃饭去 走 早餐吃饭去 行李 先放下 淑亦南 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啊 这人家家里事 咱别掺和了 左大姐平时对我们这么好 她有事你不帮忙 那这次你先帮 下次我再来 行吗 不行 左大 潘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你们俩又有什么分歧 确实是有分歧 就一个案子吧 案情 淑亦南 你讲讲 案情就是 丈夫出轨 有小三 有妻子 那咱的客户是 丈夫还是妻子 还是小三 是女儿 妻子的女儿 我们认为 妻子应该尽快离婚 如果妻子不离婚 丈夫悄悄转移财产 我拿案件 怕她说不清楚 你接着说 丈夫悄悄转移财产 妻子很难抓到证据 更可怕的是 丈夫做生意 万一赔了 妻子需要承担债务 可小三不需要 就是 小三得到了所有的好处 可妻子需要承担 所有的义务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呀 刻不容缓提出离婚 抓到证据 固定证据 任何人都不得 从自己的错误情绪中获益 你的父亲作为出轨方 她 蔡小蕾是我同学的师姐 她请教我同学 怎么办理移民 怎么转移财产 谢谢 滚 阻呐 给我闭嘴 滚滚 总大姐怎么了 她还是不太了解中国 我 哦 谢谢观看